台湾好啊 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我们台湾在连续六天临确诊之后 今天传出有一位机组员确诊 因为他跟小朋友有接触 所以今天台北市有两个班级 是预防性停课 好 到底详细情况是怎么样呢 稍后一起来锁定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好 另外就是国民党 现在是倾全党之力 要来罢免3Q陈柏维 好 朱立伦还呛说 陈柏维就是三菱立委 好 但这番话让激进党 真的是忍无可忍 说朱立伦根本就是胡扯瞎扯 简直就是说谎 要是朱立伦今天没有道歉 一定法院见告到底 好 稍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 万芳医院感染科医师李文生 孟奇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孟奇好 大家好 好 左手边欢迎的是民进党 新北新议员李昆成 孟奇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 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廷 各位好 好 我们先来看的是 这个礼拜天就是国庆日了 今年国庆的新亮点 就是国民女婿罗亦军将领唱国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完整报道 去年国庆典礼找来防疫英雄们领唱国歌 今年有新亮点 领唱人是封号 国民女婿的机关署 副署长罗亦军 当年就是这段表演 罗亦军拿麦开唱 嗨到不行 让陈时中留下深刻印象 是不是请罗夫 也让我们来见识一下 这一题罗夫不好回答了 我帮他来回答 我答应 我替罗夫答应大家了 就当我们这样一集的时候 罗夫在这位唱歌给大家听 谢谢 当然是觉得很荣幸 然后能够在国庆大典上 能够来唱歌 应该是一个国人的一个肯定 今年很荣幸可以担任 国庆日国歌领唱代表 那当初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其实是很惊讶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在总统府前唱国歌 除了国民女婿 今年的领唱人 还有国民女友积称的 东奥铜牌选手罗姐 好我们来看到罗亦军跟庄仁 现在正在主持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一起来看 一起召开记者会 那今天 零本土病例 但有5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有一个 那也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有关今天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就是 有国航的机组员 那他事实上就是境外移入 之中的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 那是四十几岁的女性 那他今年的8月初 已经接种 接种完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那他事实上在9月 二十三到十六是派飞到美国安格拉治 那二十七号到十月一号是依规定在他们的公司的这个宿舍进行居家检疫 那十月二号跟十月四号有在家里跟家里的成员接触 十月三号派飞新加坡当日往返 那十月五号回国之后 那十月五号当天 因为那个5加9那规定在第九天 裁检 所以就是在 这个 做生猴脱液的一个裁检 那所以检验PCR阳性 所以 根据他最近的几次的 裁检记录 就是 六七八九月 就多次的裁检 裁检PCR的几乎都是阴性 那刚也说过在十月份的十月一号 他有PCR裁检也是阴性 那到十月五号 的PCR 才变阳性 那吸力值是33 那早上我们有针对他的 这个 PCR在二采 那结果是 22 也是阳性 那另外他的这个 抗体的部分 看起来像是 他的N N抗体的 N抗原的部分 是阴性 那X抗原的部分是阳性 所以看起来是刚 刚感染 刚发病了 那到底他是在 非安格拉制还是在非新加坡期间 被 被这个传染 那目前还在 刚还还需要再进一步的 厘清 那另外针对第十一期的BNT的一个第一季 还有ALEA的第二季 我们会踩所谓的预约分流的部分 那这次大概有两个 两个变革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BNT的第一季的部分是在10月11号上午10点 到13号中午12点 先行预约 那ALEA的第二季是从12号上午10点到13号中午12点 开始预约 就是做分流的一个 一个动作 那另外施打的时程还是从15号到21号 那还有一个变革的部分 就是这次预约的这个简讯 都在 会在前一天陆续发送 所以像BNT的话 会在10月10号的14点起 那ALEA的话会在10月11号的14点起开始发送 那另外 因为我们目前高端疫苗的部分 就是会的 在各个县市医院局 还有医疗院所都会比较充足 所以我们持续就是针对 20岁以上未接种任何一剂的community的疫苗 还有已接种第一剂 那且间隔4周28天 那要接种第二剂的 都可以 就是进洽地方博物局询问 哪些医疗院所 有提供这个高端疫苗的一个接种 另外我们的各个部立医院也都有提供这个 高端疫苗的一个接种 都 那请都事先进洽院所确认后进行预约 那另外 昨天接种的疫苗接种人次是168,402剂 那昨天并不是 几个主要的其成的接种 那接种的大宗就是 莫德纳 莫德纳是造册接种11万7千 那AD也是造册接种是1万8千 还有BNT是校园接种是3万 那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接种人口含概率 是57.89% 那祭祀人口比是72.58 好 那就先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 你好 东森 这边提问 我们想要问这个北市的 医院因为资 资料物质有2千人受到影响 那请问有更进一步的调查吗 例如说 是这2千人都打不到莫德纳的 第二剂吗 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谢谢 在我们调查的部分 因为他大概是在8 9月 他们在他们医院的施打的清测 他们就重新在10月2号再上传一遍 不过因为要经过人工的 这个 这个三修 所以造成有 可能在这过程当 造成的隔世跑掉 所以目前知道的是说 上传的这些资料里面 有3千075笔 是上传到我们的书里面 那这个我们认为是资料是有误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 今天上午10点半 就先把这 这个 3千075笔先删除 那另外 我们 他这个医院的部分 也再重新把这个刚刚讲的那个 8 9月份的资料 再重新通过程式 来上传 那这个部分 目前根据我们评估 就是说这3千075笔的资料 但是真正影响那这次 这一期的预约的 就是 就是大概只有110人 那其他的 就是说如果有人 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那本署已经责成这个国胎医院 就是为本专业的接种的 责任医院 所以只要这个有 这个 就是 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 透过 这个我们的卫生局或是这个医院 来协助做这个疫苗的接种 请 主要副好 两题请教 有传出今天有AZ疫苗到货 请问消息是否属实 另外是部长上午有提到 口罩解封部分有朝运动方向来思考 想请教指挥中心 目前有在研议 比如说像部长说的运动方面 还有朝哪一些状况能来解封 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说明一下 另外八大行业部分目前有在研议指引 让他们开放吗 是不是在下一波会考虑来开放 口罩的部分 当然如同大家先看到的是山林海滨等等 比较空旷的区域已经开放了 后续大概也会先针对是户外运动的部分 特别是比较不涉及 团队运动的部分 来先做口罩开放的一个研议 然后不过 详细的一些这个实际的做法跟配套措施 当然都还有待我们最后指挥中心 再跟相关的部会做讨论 那至于八大行业 因为是经济部在主管 他们也会收到很多业者这边的一些 陈情跟提议所以会有经济部这边 考量整体的情形之后再订定相关的指引来 跟我们指挥中心这边做讨论 目前是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指引 再送到指挥中心来 好 有关AZ疫苗的部分 如果有进来我们就会对宣布 那我们今天没有宣布 好 还没有问题 请 好 想请教部长早上有提到疫苗的覆盖率 7成以上就有机会全数讨论解禁的措施 那想请教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有机会降级吗 谢谢 但这个降级的条件或标准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事情 所以7成大概是我们可能降级的重要考量 之一 但是当然要考量就是相对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疫情的这个指数稳定的情形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高风险族群 可能疫苗特别是第二剂疫苗的接种的一些 涵盖率等等 那整体的这个考量的相关指标 目前我们指挥中心都还没有底定 所以我想7成指示部长他先透露出来 说我们在考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努力在月底可以达成 好 还没有 进 请问一下就是那个BNT现在陆续到货嘛 那这个量好像还蛮充足的那是不是会开放 后面有可能给那个等不到第二季莫德纳的 来混打 那这个BNT还有没有其他的规划继续向下开放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有没有预防接种事故 救济的相关人数的这个统计 就是有关BNT的部分 如果未来持续到货 当然我们就是会把我目前第十一期的 对象再持续往下 那也就是说目前我们BNT 已经开到了47岁以上 那是包括 第九类就是 第九类跟非第九类的部分 那如果说有再持续有这个BNT来的话 我们在就往四七岁以下开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整个年龄层都包括住 那这个就要看 最后来的量是多少 那你刚刚说的是 疫苗接种受害救济的人数 我们在会在这个会后再提供 那请 专方想要延续BNT的问题 今天郭董有在脸书上发文说 明天跟后天可能会有各EPT的BNT疫苗到 然后量可能在160万到180万之间 那如果说以这个数量来说的话 大概可以开到几岁的人 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个估算 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有提到说高端的疫苗 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去 有提供的医疗院所施打 那是不是他以后可能就不需要在我们的疫苗平台的 第几期 第几期里面去做预约 其实就是直接大家就去就好 应该不会再出现在平台预约上面 谢谢 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BNT会从47 再开始下开下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第11期 事实上是包括 所有的第9类 还有12到22 那47所以再往下开来就是全部 我刚才有说过 就是全部 那高端的部分我们第11期并没有放进去 所以他刚刚特别跟各位说 就是高端的部分 但第11期是 就是由大家自己去 这个医院去预约 或是去这个部立医院 去采取预约接种的方式 那未来是不是还会再放到这个其他级别 那当然会再看后续疫苗的供应来 预定 好 请 政府 两题问题想请教 就是刚才提到说 就是被 打疫苗的资料被误灯 大概影响了110人 那想请问他们都是第一季打莫德纳 然后被误灯成打高端吗 那如果他们要怎么样子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误灯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有一个 科大他的日籍教授说 打疫苗之后不用戴口罩 我想请问一下会不会加强外籍老师 或外籍学生的我们台湾防疫的宣导 谢谢 就是这个 这个110人的部分 他其实 任何的 疫苗都有可能 因为他就是八九月份 在这个国泰医院接种的 这些 民众他的一个资料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疫苗 事实上都有可能 只是说他在上传的 这里面的格式是错误的 导致 这个 影响是 就是这些3075人 那至于说大家如何知道 他是不是错的 现在应该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先把他删掉了 那也在重新上传一份 政权 我们目前还在针对这个部分 还在密切监控 当中 那至于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针对 外籍或是本国人 那这个部分就是持续的 在针对我们的这个规定 在做说明 请 川普您好 想请问就是高铁研逸开放自由 座 但不开放站票 那有民众说依照尖锋时刻的人潮 第一站就会坐满了 后面的人根本就上不了车 会考虑再松绑 跟捷运公车一样开放站票吗 谢谢 好 那开放自由座 当然是指挥中心跟交通部 目前一个初步的共识 那特别大家比较关切的应该都是说 如何在高铁 的站台以及在车厢上 真能够落实这个 不会有站票的贩售跟这个有人就是误到车厢 上 然后站立在那边 然后如果有人发生站立 的时候 高铁会如何处置 所以这相关的一些 SOP配套 还有管制措施等等事上 交通部都还需要再跟高铁这边做讨论 那这几天在 这个跨部会的一些协调当中也会在就这个部分 跟交通部确定之后 那也到行政院这边在讨论之后 会再统一做公布 好 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台湾连续第七天好 通通都是本土零确诊 一个礼拜都没有本土的病例了 不过今天早上确实这个机组员 被证实确诊这件事 又让大家稍微揪心一下了 好 刚才除了这个庄仁祥发言人之外 其实早上陈时中部长也有被 记者访问到 他说目前这个机组员确诊的事是暂时裂在境外移入的个案当中 那因为这位机组员他在家自主管理期间有接触过孩子 所以现在台北市有两所国小其中两个班级大概有五十六个人 是采取预防性的停课的 好 那这个个案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了 因为其实台北市的家长也会担心 这会不会影响到社区呢 请教一下医师 是的 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怕有境外移入 然后造成这个家庭的感染 家庭的群聚跟家户的群聚也是过去这几个月来 大家比较担心的 那目前连续七天的这个家龄 那我们害怕说境外移入会有一些case会传进来 尤其是阴转阳的case 虽然说前后都有两次PCR 还有中间加上一次抗原快塞 但是偶尔还会有漏网之语 所以有些人说要把口罩脱掉 但是我觉得是目前时机还太早 而且台大李宾宁教授也说 目前时机还太早 因为防疫新生活戴口罩 亲戚手保持社交距离 还是我们基本功 也是我们MPI 这个时候非药物介入的需要做的一个措施 所以这个case他这个境外移入的这个机组员母亲 他的CD值还有是三十几 那是不高 所以我们观察他 他的那个小孩看有没有被传染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到这里为止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其实他的那个传染力是不高 之前我们有幼儿园的群聚 而且是data病毒 对对 还有屏东访疗 还有那个机组员的data 这三组data病毒的群聚 我们都把它控制下来 在国外的媒体也说这个是非常的不简单 因为靠的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公民的素养 还有我们的防疫新生活 还有现在大家矛起来开始打疫苗 我们台湾人对疫苗接受度其实不错 现在快逼近六成左右 快逼近六成 如果能够到达七成的话 也许将来能够往这个降级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此时此刻 大家还是不能太松懈了 当然这个防疫跟经济两个都要顾到 那在餐饮业方面 大家用餐也比较方便 要聊天 还有大家朋友餐聚等等 也都都不错 那我个人是我住在东区那边 东区现在的餐饮业 还有现在本来不塞车 现在都开始塞车 人潮回来了 开始热闹起来了 所以大家也很高兴 面上都充满了笑容 然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来逛街吃饭 那但是不要忘记还是要戴口罩 在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口罩 所以说你在山上海边 或是公园空旷的地方 只有你一个人或是距离很远 那你再把口罩拿下来 但是随时要口罩拿在手上 随身攜帶 对 随身攜帶 这样子 常过这个到人多的地方 随时戴好 口罩戴好戴满 这样才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防疫 新生活 是 要回复这个正常生活的过程当中 刚才主任有说 这个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我们的民众现在都是毛起来打疫苗 讲到疫苗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资讯 就是说立陶宛之前说 第二波要再帮我们台湾伸出援手 第二波要捐赠的是 23万5900剂的AZ疫苗 即将在明天就会抵达台湾了 那加上第一次立陶宛送给我们的2万剂 加起来总共捐了25万多 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 今天郭董在脸书也有预告 跟大家说明后两天 7号跟8号将会各到一批BNT 两批加起来至少有160万剂 也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期待 好 不过讲到这个疫苗 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要来看 因为有关于这个AZ疫苗 第十轮也就是第二季的预约 其实到昨天已经截止了 可是在台北市这边 却爆出很多的争议 因为中央是配12多万剂给台北市 可台北市怎么一开始 只开出7万多剂的名额呢 这个就引发了大批的名怨 好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一起来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